当您看到第二季的房价负担能力统计 全国的房贷负担率已经快到四成了 这意味着未来全国的购物能力会从略低的等级跌到偏低 上班族张小姐是位三宝妈结婚十年了 依旧只能租屋度日 房价居高不下 物价又一直涨 让她和先生干脆放弃买房梦想 其实我是从大学到现在都一直是在外面租房子 因为刚开始大学就是经济能力不好 一定是租屋 那后来生了一个两个三个之后 每年的花费是越来越高 所以当初其实有考虑过到底是不是要买房子 但其实你买房子头期款是一笔钱 然后每个月房贷又是一大笔 那你当然可以买 但是你的生活品质可能就没有办法像现在这么好 所以我们后来决定说还是继续租屋 但租房还得承担房东不再续租 随时收回房子的风险 居无定所四处搬家 有种每个月付钱 你可能付了二十年三十年之后觉得好像不是自己的家 而且你也不晓得说房东是不是什么时候会收回去 而且搬家真的是超麻烦的 我真的完全不想要经历搬家这件事情 其实像不少人面临如同香港一样夹薪阶层的困境 也就是没有贫穷到可以入住社会住宅 也没有能力购物的一群人租屋变成他们唯一的居住途径 只是现在租屋又十分的不稳定 最后只好买房背负上千万房贷 夹薪阶层这个部分其实它有点像是它的年龄层会落在大概30岁到45岁之间 那不外乎就是可能小孩刚出生或者是因为跟长辈要住 在购物上还是会有一定的压力 这样的阶层族群还是会去选择在购物租屋的选择上会比较多 房贷大概还有几百万没有缴 然后我也不打算把它缴完因为我觉得缴不坏 洪先生三年前才刚在新北买下了25瓶小宅 但随着市场进入升行循环 每个月被房贷压得快喘不过气 之前最早的时候房贷一个月大概是一万九 缴到现在是差不多两万二 就是一直跌上去 我知道因为我都是固定扣款 然后都是转到某一个账户固定扣款 然后是直到那个银行发那个一个信件 说我余额不足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又升息了 对然后所以在这阵子我是觉得因为在薪水的调涨的幅度 没有那么高的情况 但是现在央行升息的速度是比我们就是薪水的幅度还要来得快 有点会稍微喘不过气 所以一定要有双薪的支撑才有办法 看看日前内政部发布的今年第二季全国房贷负担率 写下有统计以来新高达到百分之三九点六二 较去年同期上升了百分之三点三五 而不断升息下到了年底有很大机会 房价负担能力会从略低等级跌入偏低等级 今年来说房贷已经美国FED已经升息了这个五次 一二三三三总共十二码 那这个月即将要再升息三码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台湾的央行一定也是会跟上升息的步骤 目前市场房价的一个修正呢 大概价格上不会有太高的涨幅 但是在于买房子之后呢相对于以前贷一千万来说 房贷增加一趴的话如果是一千万就十万嘛 一个月就九千多块了 所以呢对于这个购买户来讲 这个负担是相对是非常重的 不仅如此很多人不只要背房贷还有车贷要扛 根据房屋物件网站指出房车双贷人数几乎年年成长 近十年增加一万八千多人增幅达百分之三十点九 贷款金额房贷增加了两百一十三万元 车贷则多出了十八万 薪资成长追不上贷款增加的幅度 专家表示可以优先还款利率较高的车贷来减轻压力 那两边都升息他的负担很重 那所以呢如果说假设你觉得负担很重 如果你身上有一部分的钱 想先还部分的贷款的话 我建议先把车贷的部分还完 因为车贷的利息相对于房贷来讲 可能是高于也许两倍以上 所以他升息了之后他的负担会更重 那以车贷的利息先优先把它还掉 我想对消费者应该是比较好的 升息后让原本背房贷车贷的民众更苦不堪言 贷款压力大隐性贫穷的人恐怕会越来越多 TVBS新闻朱光宏留言宣台北采访报道 而未来荷包可能又要缩水了 由于今年的防疫险这些相关的产险 已经理赔了1441亿元 所以现在也出现了万亿效应 可能产险类的火险伤害鞋 还有车鞋明年都会涨价 在公司担任会计工作的Shirley 对自己财务规划也有一套 除了购买房产之外 先生加上两个小孩都有做好保险规划 也预计明年要再加保长兆险 一家四口一年保费很可观 但为了做好充足准备 即便传出部分保费要调涨 荷包失血也得买 业者透露因为防疫双险 已经让产险公司是赔光十年来的获利 再保公司同样也是损失惨重 所以现在市场预期 明年很多险种的费率可能会上调 现在是包含了像是火险 以及意外险 伤害险 车险等等 都可能会上调 根据保险局统计 截至十月三十一号 防疫保单已经理赔超过两百八十六万件 理赔金额高达一千一百三十一点四亿元 理赔金额是保费收入的二四点九倍以上 另外疫苗险理赔件数则超过七十四万件 理赔金额三百零九点六亿元 也是保费收入的三十倍以上 防疫双险总理赔金额一共一千四百四十一亿元 据而理赔不少让产险业者财务拉警报 产险市场将掀起一波涨价潮 我觉得防疫险带来的事情是会让产险公司 会更加的小心自己的风险的为纳量 以及未来在退出商品的时候 他对于费率的计算 在车险的部分的保费 是有听说会有微幅的调涨 那最主要的一个事情是反应通膨 因为同样的一个损失 这个保险公司要付出去的钱 会比以前过往来的高 那第二个事情就是因为它的赔率发生 听说最近的这个车险发生的这个损失的这个这个发生率比较高 所以保险公司也要合理的去反应 依照业界预估部分险种费率上调空间落在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 如果以车险来看一年缴四千八百四十六元 调涨百分之三变成四千九百九十一元 等于一年多出一百四十五元 以台湾的产险市场来看 以往都是针对个别险种费率调整 而在九二一大地震纳利风灾后 因为损失金额庞大才出现普遍调涨趋势 我们常常讲就要说如果费率偏高到底好不好 当然不好对消费者不公平 但是如果费率偏低那更严重 不是消费者减到便宜 而是说今天保险如果亏损 那持续的亏损 最后倒闭的话受害是社会大众 所以我们讲费率三原则一个不能偏高 没有错 但是绝对不能偏低 那最后才讲到公平合理 这次防疫险他就是没有注意到第三点 每一个人费率都一样 几乎都一样 也没有分职业类别接触状况 比如说一般医护人员可能要高一点 可是他没有反应 目前包含国泰世纪产险 富邦产险 中性产险 核泰产险等等六家业者 增资合计七百零七亿元 一旦产险公司的资本下滑 也表示风险承担能力下降 对债保依赖度可能更高 当债保费上涨 产险公司成本压力也会增大 财产保险 特别是有聚灾可能的 另外一个是单一个案 保额实在太庞大了 那一种情况一定都要安排再保险 那整体而言超过保险公司的 滞留能力以上的 所以当然要适度安排再保险 那因为台湾的财险规模普遍比较低 那台湾的市场普遍又比较小 所以跟国际比起来 这个危险分散损失分摊效果不理想 所以他就是间接透过再保险 那我们本地的local保险 就可以保更大量的一些危险 在一片掌声响起的通膨经济中 防疫保险惨赔赔的外溢效应 开始慢慢发酵 但不论涨幅多少 受苦的还是一般老百姓 而再来看到财经市场的动态 美式卖场的联名卡 怎么会成为银行的必争之地呢 接下来是由富邦取代国泰 引起了市场议论 原来国泰社会与卖场在台湾的扩张 所以他们的发卡数 十年来成长到270万名卡友 这是仅次于中信的百万审卡 不过现在联名卡换人座 排名也面临挑战 人场往来选购商品 知名美式卖场消费民众相当多 近来卖场联名卡 现在传出可能在明年合约到期 有新银行接手 发行美式卖场联名卡是国泰市华银行 2013年8月从中国信托手中拿下 当时发卡量约只有90万张 专家分析现在至少有250万名卡友 合约明年到期 现在传出台北富邦银行 将以12亿元取得发卡资格 目前双方都尚未证实 但专家表示 基本上态势已经抵定 这波操作也将主用各家银行 信用卡的版图战场 美式卖场联名卡使用的人数多 而且消费率都非常的高 现在有银行就想要抢下这一块大饼 专家就分析了 这个目标就是庞大 超过250万的用户族群 我个人认为台北富邦 他真的有非常不可的道理 因为他一直在老五 他升不上去 但他如果这次花了12亿 买了这个入场券之后 他等于是吃了一颗定心丸 他就从第五名跃升到前三名 那对于他们的这个后续的财务管理 然后还有一些基金 额外的手续费收入 其实会有很大的帮助 专家分析 富邦若抢下发卡资格 等于收下250万卡有用户 加上美式卖场消费率高 效益后市看涨 从发卡量来看 截至9月底数据 中国信托目前以832万5624张卡 排名第一 国泰市华789万2953张 排第二 玉山银行683万1706张 排第三 台信银行624万6793张 第四 第五则是富邦银行 463万5827张 但从有效发卡量 也就是最近半年 有刷卡记录来看 国泰市华 反而以557万965张 排第一 信用卡它所谓的 我们叫俗称的带入机 它其实是为整个金控集团来讲的话 带进更多的客源 那么信用卡其实来讲的话 是不赚钱的一个部门 但是如果导入到贷款 理财 还有这个基金 相关的这个服务上面 甚至是人寿上面 寿险上面来讲的话 这个250万人 甚至到270万人的这个用户来讲 对于这个富邦金控来讲的话 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客户数 专家分析 除非美食卖场继续扩张 否则发卡量很难大爆发 甚至刷人民卡时 银行还要给会员红利回馈 评估福邦银行后续此举 目的是想获得会员办卡 消费的外衣效应 包含衍生保险 产险 买基金 以及财富管理 毕竟百万神卡 驱止可数 通常都具有相当的消费力 或者是方面的通路 才能有这样的数量 银行在抢发卡量 手法多元 包含增加消费通路 又会折扣 红利点数回馈 或者结合更多支付功能 吸引民众使用 专家也点出了几张 百万神卡 不能看出 跟八卡银行排名 有直接关系 百万神卡万一效果多 各家银行精打细算 信用卡版图悄悄波动 T月新闻研究 台北采访报道 2025净银碳排会很遥远吗 国发会公布了策略 如果以租代买 洗洗点餐 你我都可以尽一份力 挑选包包 仔细比较款式颜色 不过这款包包 染料是来自于大肠杆菌代谢物 制成常温 无毒低碳排 落实友善环境理念 净铃减碳正当红 工研院创新研发 还有这一项 外调的太阳能板 透过特殊工法 变粉末 体积大幅缩小 还能回收再制 另外用工程塑胶 取代太阳能板的 传统铝框 高耐厚防腐蚀 二十五年保固 也通过验证 特别针对耐厚 这个地方去做一些 产品开发 在材料的本质上 去做一些改善 那这一大好处 就是说 他未来在回收的时候 他直接是热塑性的 可以直接去缴 缴碎可以再利用 不用去焚烧掉 减少一些碳排的一个部分 民众若能身体力行 打造永续家园 贡献的减碳量 其实相当可观 工研院近期参考国际经验 定出二十项指标 针对一千六百位民众 进行净零永续行为 落实意愿调查 发现国人已经落实的生活习惯 以购买节能家电排第一 每年购义数量减半排第二 不浪费食物排第三 但其他指标落实程度偏低 像是以租代买 多吃素食 住绿建筑 外墙节能 购买电动车 居家上班 开车时速降低七公里等等 做到的比例都低于百分之十 显示推广力道 仍有努力空间 我们会很重视这个行为的改变 我觉得在往前往下走下去 静零永续 如果我们要真的能做到 二零五零静零排探的话 我们的生活行为一定要改变 所以我们在行为科学上面 会更加的努力 在欧洲嘛 因为它的暖气 关掉能够少用 那还有一些锅炉的温度 甚至在家工作最近Covid之间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那我们看一下右边 这九项行为的改变 就可以一年节省四百五十欧元 欧洲爆发能源危机 民众被迫改变生活习惯 但在台湾要做到减碳 其实并不难 绿色和平减速专案主任唐安 每天攜带的包包里 一定会有环保杯 购物袋 装食物的餐盒 塑胶袋 等一次性用品尽量避免使用 因为那时候我就忘了带 我自己的环保杯 所以我就在他们店里面 借用他们的杯子 那用完之后 就在那回去还就可以了 租用循环杯设置点 越来越普及 唐安出门也会骑乘 共享单车 搭大众运输或骑电动车 另外少吃肉多吃菜 对健康和环境都有好处 素食啊 基本上就是多一点菜 然后少一点肉这样 我会尽量就是 如果平常我自己要做菜的话 我就会去采买就是当季节的那个食物 这样就会减少碳排放量 生活转型能带动民间投资和绿色就业 好处多多 绿色和平搭上选举热潮 会整一千五百位民众意见 票选大众最关心的气候证件前三名 包括循环容器普及化 规划净林设斩和打造低排放交通区等等 绿色和平呼吁提出气候证件 才能让城市永续发展 全球气候变迁严重威胁人类生存 在生活中带入永续思维 你我都有责任 TVBS新闻 玲珑世代元丽台北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